这对引纽特夫妻 刚刚猎杀了一头1400多斤的米露 他们开心极了 因为这些手足够他们一家吃上半年了 这个男人在河边蹲点 第一次用鱼竿掉上了一只40斤的海鲤 他和妻子不用再饿肚子了 一起来看看阿拉斯加荒野猎人们的狩猎日常 在北极圈的阿拉斯加 吉普和埃格尼斯准备外出捕猎米露 驾着小船吉普激动不已 他和埃格尼斯环顾四周 不放过每一个猎物可能出现的地方 经过一个弯道时 夫妻俩瞬间感觉像回到的童年 川底溅气的层层浪花 让吉普开怀大笑 埃格尼斯也兴奋地大叫 走出弯道 他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潮室 努力寻找着需要的物品 同时也很像猜盲盒 永远不知道 下一刻会遇到什么样的猎物 不过他们可不挑剔 不论是哪种猎物 他们都不会轻易放过 对于生活在北极的他们来说 冬季无论储存多少食物都不够 突然间 埃格尼斯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黑影 原来是一头古兽如柴的宫米露 见他朝着密林深处走去 夫妻俩立马靠岸追踪 吉普开始模仿母鹿的轿声 想把他引诱过来 没想到他真的上钩了 转头死死地盯着吉普看 吉普立刻指挥埃格尼斯朝他开枪 然而等埃格尼斯做好准备的时候 米露已经下河溜走了 只留下他一个人呆站在原地 盗嘴的肥肉就这么跑乱 那么不甘心呢 扛上猎枪就继续搜寻 但转念一想 还是去找一头标肥体壮的更好 两人都很乐观 这种事对他们而言再正常不过了 来到另一条河 吉普用同样的方式 模仿母鹿的轿声 但是半天都没有动静 他们朝着下一个方向继续行驶 很快眼尖的吉普就发现了米露的身影 他们不杀带有小鹿的母鹿 而是把目光转向那些单身汉 埃格尼斯迅速给墙上膛提前做好准备 下船后 两人走到了一处高地观察 然而一眼望去 啥也没有 吉普提议 他们还是去喝咖啡吧 大概是刚才太过兴奋 所以现在有些失望了 不过那只米露确实很肥 错过了怪可惜的 吉普沿着一条小路意外发现了一堆米露分别 但猎物早已逃着夭夭了 再次启程 他们刚转了个弯 又发现了目标 这一次埃格尼斯毫不犹豫地朝他开枪 然而第一次他失手了 船都没停了 埃格尼斯就开始疯狂追击 他迅速开了第二枪 砰的一声 猎物倒下了 为避免他还活着 他又补了一枪 幸好打中了要害 不然也没有多的子弹 可以用了 这是一头体型巨大的公路 体重达到了一千四百多截 足够他们一家吃上半年了 除此之外 他们还可以分一部分 给亲朋好友 在阿拉斯加的另一边 凯特正在清扫屋顶上的积雪 而安迪则打算外出狩猎 尽可能的为东西都囤点食物 之前他捕获了一头巨大的米露 今天他想要打几只海狸 幸好玉空盒还没有完全冻住 以至于他给驾船出醒 他随身携带了两种猎枪 一种用来打猎 另一种用来对付灰熊 刚走没多久 安迪就发现被海狸咬过的树桩 顺着这些痕迹 就能看到一个池塘 里面有很多的海狸喜爱的食物 安迪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老巢 他开始用树枝敲打水面 想把海狸吓出来 但是许久之后 湖面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也不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午睡 再这样下去 也是浪费时间 安迪决定打到回府 晚一点再来骚扰他们 到了下午 他再次起航来到了池塘 才靠近池塘 他就看到一只海狸在水里嬉戏 他小心翼翼的给枪上膛 为了不被海狸发现 他只能匍匐前进 找到合适的距离后 他立刻朝海狸开了一枪 嘴里还念叨着 不要下沉 不要下沉 结果就是怕什么来什么 海狸的尸体瞬间没了踪影 安迪不想回去跪催一板 于是集中生殖 他拿出钓鱼杆 看看能不能用钩子 把它钩上来 水底杂草丛生 要避免不勾住他们 全靠运气 第一次尝试失败 他又把鱼线甩了出去 不过钓海狸这事 他也是第一次干 没啥经验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河面上冒了几个气泡 看来是有希望了 安迪感觉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不一会儿 一直飙肥体壮的海狸 就被拉上了岸 他大概有四十斤 所以才会下沉的这么快 天眼快黑的 每多待一分钟 危险就多一分钟 安迪立马背上海狸 匆匆离开了 艾瑞克刚得到了一批新的捕捉器 他迫不及待的开箱查看 这种捕捉器和他以往用过的都不同 他可以瞬间掐断动物的脖子 以急避免 艾瑞克干起了木工会儿 他打算做几个笼子 用来放置捕捉器 这样也能防止动物起疑心 虽然他并不擅长木工 但做起来有模有样动作马里 没过多久 所有的笼子就制作完成了 他对自己的设计信心满满 一旦动物误入笼子 必定是有境无出 这是捕捉狐狸和狼欢的最佳神器 艾瑞克用一根树枝测试捕捕捉器 结果他的威力精占 只要是稍微一捧 就触发了奇怪 要是不小心把手伸进去 可能手臂就保不住了 到了晚上 他拉上捕捉器 来到动物最常出没的地方 打开捕捉器 需要借助其他工具 艾瑞克没有经验 只能边做边学 对他来说 如果没有高效的学习能力 恐怕早就被淘汰掉了 此时 外面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20摄氏度 他的手指开始变得僵硬 尽管他非常的小心翼翼 但还是被捕捉器 夹到了手 疼痛感瞬间蔓延 不过 好在他手指都还在 现在 他只能忍痛继续完成后面的工作 手指使不上劲 他就用身体作为支撑 渐渐的 第一个箱子就被安置好了 里面放了一块迷路骨头 笼子四周用雪块骨顶 以防被大风吹走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 艾瑞克打算外出验收成果 然而他的摩托雪橇被冻住了 没有车子他什么也做不了 相当于被困在了荒郊野外 生活在阿拉斯加 一切只能靠自己 他给车盖上防水布 插上空间加热器 20分钟后 车子总算是能启动了 他在风雪中及时 爬过一个又一个雪坡 最后把车停在合适的地方 在走向捕捉器的过程中 艾瑞克及紧张与期待 然而第一个陷阱 啥都没有 或许是时间的问题 紧接着他又查看了其他几个 但依旧没有捕捕猎物 他带着失望走向最后一个 出乎意料 一只珍贵的北极湖 被牢牢地夹住 艾瑞克高兴起了 通常这里是很少出现北极湖的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北极湖的皮毛价值不菲 他又发财呢 随后他带上猎物 眉姿姿地回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